欢迎欢迎来到我们的财经情报站 现在疫情继续的创下新高之下 美国已经将台湾的疫情风险升级至最高等级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台湾的观光产业了 全国商总现在调查出来了 不少业者反应其实比去年三级警戒时候更加的惨 暗示观光业会面临新一波的海啸了 这个商总的调查影响最大的旅行业 还有游览车的业者现在受到团旅疫苗三级令的政策影响 团客取消出团 5月的业绩衰退有超过9成以上 旅馆业的衰退5到6成 观光风景区下降8到9成 餐饮业方面尽管没有禁止餐厅内用 不过餐饮业者的业绩平均也是下降了4成到7成 好 现在防疫险之乱是稍不停 连疫情主要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他都直言了 防疫政策受到保单的干扰 嫌扰孙昌他也在周二晚上 他脸书上面po文强调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要一月理赔 炮口对准保险公司全因近期防疫险之乱惹得明月四起 但主管机关金管会两手一摊似乎拿保险公司也没辙 这就违背你刚刚所讲的公平跟合理 而且这一套他们全部都知道 可是他为什么硬干 就很简单啊 没有把你们放在眼里嘛 该理赔的时候叽叽歪歪的 就只有我们支持你们就是杀就这么简单 要金管会态度硬起来 以近期零加期居隔新政胜路 金管会明确指出 要是居隔民众自选三加四保险公司也得赔 但就怕到时候保险公司根本不甩你 如果没有得到保险公司的同意 你出来单方面的说 最后如果要破局 那这样是谁丢脸 是金管会跟行政院丢脸 还是保险公司丢脸 防疫险这乱烧不停 浪费太多社会资源 连指挥官陈时中都直言防疫政策 受到保单干扰 苏张昌院长也在脸书喊话 以合保就要理赔 三加四防疫险也要赔 官员明代跳出来和保护正同线 紧盯金管会 要保险公司负起责任 金新闻欧亚婷于家伟采访报道 好又到了股东会的拒绝 现在股民们忙着领各种的纪念品 也关心各公司的营收 还有未来的发展 根据呢 吉保中心统计的资料 台经店今年呢 是股东人数大增了 43.4万人 超过了135万人 涨幅又达到47.4% 正式挤下了中纲多年来的冠军宝座 成为了股民的No.1最爱 专家分析了 主要是因为台积电近期的股价下跌 投资人呢 都纷纷在逢低抢劲 科技还有金融股呢 这还是两大炙手可热的投资议题 中纲股东纪念品周三起开始发放 工作人员一早就拉好排队管制线 台金属环保餐具组 现场备货3万组 就等着股东上门来领 来要换哪一家的 股东会季节到来 领纪念品之外 小股东们更关心各家公司的 营收报告跟未来发展 但今年以来受到联准会升息 同棚升高 乌俄战争等影响 全球股市震荡 台股指数也跟着大幅回挡 一度跌到万六大关 最低来到一万五千六百一十六的 波段低点 股民们的投资动向出现变化 吉保中心统计 台积电今年以来股东人数 大增43.4万人 总数135万人 创历史新高 涨幅达47.4% 正是几下中纲多年来的冠军宝座 可见现阶段大家对于半导体产业 台湾具备的这个产业优势的个股 或者是与升息有关的这个金融股 相对来讲是比较亲耐的 台积电股价从年初高点 六百八十八元 一路下沙到近日低点五百零五元 累计波段跌幅逼近百分之二十七 就算台积电不发纪念品 散户们抓紧股价波段低点 加码抢劲 这也让台积电的股东人数 达一百三十五万零五百九十二人 超越中纲的一百一十万两千八百一十六人 目前台股也只有台积电 和中纲股东数突破百万人 另外金元二哥连电几下 鸿海股东人数增幅百分之二十六点三 挑战百万大关 也因此进入前三名榜单 而元大高股息则一举超越群创 位局第六 元大台湾五十也爬升到第八名 超越中信金玉山金等金融股 专家分析台股投资风向 科技和金融仍将是两大炙手可热题材 那么台股表现 昨天延续了反弹的动能 开高走高大涨了两百四十点 以一万六千两百九十六点作收 成交量是有两千三百四十亿元 其中我们看到群创的部分 群创高达了二十三点三万张 位局上市个股的冠军 这样的表现能不能持续下去呢 芬师认为日前的这出路的改选名单 没有看到鸿海集团入列 显示鸿海逐渐放手投资 把重心要放在自家的电动车的产业上 再加上面板景气都没有反转的迹象 很有可能这只是一日行情而已 尚海解封美股走强 接了一台股持续反弹 18号以一万六千一百七十四点开出 盘中一度最高来到一万六千三百一十六点 中场上涨两百四十点 收在一万六千两百九十六点 成功收复一万六千两百点大关 不过成交量依旧疲弱 只有两千三百四十亿元 月线这个地方必须要带量才能够突破 否则的话恐怕这两天指数的部分 可能涨多之后也会压回来 再回撤这个一万六千点 电子金融跌升反弹 看看金元双雄表现 台积电上涨超过百分之一 收复月线 股价收在五百三十八元 联电上涨幅度也有百分之一点六 和库基因华南基因涨幅更是超过百分之四 但都没有面板双虎表现来得强势 有打涨幅百分之五点二五 群创飙到百分之八点七八 成交量超过二十三万张 位居上市个股之管 但恐怕只是一日行情 面板景气疲弱之际 群创还少了一位副爸爸 从日前出炉的提名董事名单 红海旗下两席法人代表 双双改成自然人身份 红海甚至还发声明表示 面板投资一直都是以创办人 全国台名为主显示董事长刘洋伟打破郭董布局 在投资一些非电路车相关的一个产业 这个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那你资源集中在同样的一个产业上面 未来的一个发展潜力才会比较大 红海逐渐放手投资聚焦自家经营 甚至规划在马来西亚设置晶圆厂 未来表现会不会越来越好 时间会给答案 谢谢我们在赞友的采访报道